最後一個叫做富士顯微鏡 你們在生物教過的 你們在生物教過的 考試有考,就是考生物考過的 就考過了 有兩個凸透鏡 作為物鏡跟木鏡 我並沒有放得非常遠 我的物體並沒有聯合鏡頭很遠 所以放在焦點跟兩倍焦距間 你還記得東西放在焦點跟兩倍焦距間成什麼像嗎? 你還記得放在焦點跟兩倍焦距間成什麼像嗎? 三號 二號 焦點跟兩倍焦距間 你以後放大會不會想 我問,成像性質要回答我,正力倒立放大說小,實相虛相 所以放大第一次,第一次放大了 然後呢這個像就變成物,變成目鏡的物 然後放在目鏡的焦點內 剛才跟你講焦點內成什麼像? 焦點內成什麼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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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33不在 26 26 焦點內成什麼像? 不在 聽不見? 導力縮小嗎? 五、四、三、二、一...再見 正力 正力 正力放大 七項,請坐 放大第二次了 所以要放大幾次? 兩次 所以以前你們學這個十倍 這個二十倍 合起來變幾倍? 兩百倍 就這樣來的 就這樣來的 OK? 放大兩次 所以最後成為一個放大虛項 上下顛倒左右 相反 第一次倒立 第二次正立 最後還是倒立 所以上下顛倒 左右相反 OK? 可以嗎? 好 就是前面都教這些內容 其實前面都教過了 就放哪邊 你知道就知道成什麼像 OK? 好 請問你 下面的反光鏡 我上課講過了 我稍後的時候 我說過了 那個反光鏡是什麼東西啊? 那個反光鏡是什麼? 那個反光鏡要聚光 所以它是哪一種鏡子? 十三 沒有十三 十二 十二 教我一下 凸透鏡嗎? 它是面鏡的 怎麼會透鏡呢? 平面鏡會聚光嗎? 最後一機會 五、四、三、二、一 再見 凹面鏡 凹面鏡會聚光 凹面鏡會聚光 特殊的Alpha 拋物面鏡嘛 平行主軸 通過焦點 通過焦點 平行 主軸啊 考這種題目 康軒立體 但是你們通常都考這題目 生物考過有沒有 生物考過 你要把視野移到中間 把那個移到中間 你要往哪邊動 它移到中間 成像叫做上下電腦左右 相反 你看它在左上角 它在哪一邊 那你要怎麼移 它才會移到中間來 帥哥美女 三腰 三腰 沒錯 好 來一個 C嗎 沒錯 你選C 你們說 你們說 富裕顯微鏡 成像上下顛倒 左右相反 所以你現在呢 你看起來要往右下移 鐵絲在哪邊移 左上移 要倒過來了 所以左上移 這個你們在生物考過了 在禮壞也是考這個 禮壞考這個 生物考過了 一樣的內容 OK嗎 OK